各位傳媒朋友 很感謝你們今天一個很長的 可能是歷史上 我經歷了二十多年 我都沒有記憶 三個小時 三個多小時 怎樣也好 今天這個施政報告 是很長 不只是時間 而是那個 做的事情是很寬 我也剛剛 有些擔心 我們醫務衛生委員會 我們主席 到我們要開講這個 講這個施政報告 我都擔心我兩個半小時 講不講得完 不像我們餘了兩個小時 十五分鐘 那怎樣也好 我都想講講 今天這個施政報告 我想 當然我 很高興看到有好幾樣東西 出現了 其實那個中小企延長 當然我希望那個中小企 其實九月就開始我們要 還息還本 其實我早幾個月已經跟特首也好 跟財政司也好 都在講 現在的現金流 我們行業 在幾個月前很辛苦 現在都是更加辛苦 那我就擔心 可不可以將那個 那個環本 因為息我們一向都要付 那現在的業界都是要給息 但是那個環本 那個十年 是攤分十年來還 其實可不可以延長到它二十年呢 這個就是我提出來 還有也都要擔心他們那個 現在的環本那個困難 那很高興就是在那個六十九段那裡 特首就說了 其實他是說得很直接的 就是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五十 對 那他就分開幾段 其實在說什麼呢 那 我們的業界借了錢的那些 我們的中小微企借了錢就知道了 舉例你如果借了一千萬 分十年還款 你今年就應該第一年 如果大家是除了十年的 今年你應該還一百萬本 除了你要還息 那現在他就沒有延長那二十年 不過就 譬如第一年你應該還一百萬的 你可以還百分之十 就是本就 息就照要比 本就還百分之十 或者百分之二十 那就還十萬或者還二十萬 那還不足那些呢 就希望我們過幾年後呢 我們的生意好轉了 現金流多了 那麼在後尾那幾年呢 我們就去 加回多些 都是十年後要還款 但是起碼 對我們現在 開始要還本的時間 這個彈性呢 是好的 那可能給我想像中分二十年 如果大家都知道分二十年 都要還五十萬 第一年 那麼如果現在不是需要平均 那麼第一年的處理 你可能十萬或者二十萬都可以 那麼當然 關係到我飲食業的 就有那個牌照的簡化 那麼 那麼 其實去到垃圾蒸廢 那麼我們都一向都擔心 除了飲食業的問題 那麼 我們那些公屋的廚餘啊 到時候怎樣呢 那麼 那麼這個也都有去處理 那麼 那麼當然 去到一百五立八段呢 大家如果上我Facebook 都看到我最近都有說 我公開都有說 其實我們很希望 就是我們在研究生和本科生 在外地來香港的留學生 我們是應該放寬給他 不是 本科生呢 就只是現在限制在校內可以工作 研究生可以出去 但是也有限制 他這次就放寬了研究生 但是還沒有去到放寬了本科生 那麼 那麼為什麼我們提這個問題呢 就不是 只是我飲食業 少人 或者缺人 其實我們常常都覺得 看回外國經驗呢 我自己都在外國 都有上班的 即是一路讀大學 即是未入大學 我都一路做工 無論是暑期好 閒日好 那麼其實那個經驗呢 就除了你賺了錢 就是你見到很多 就是社會 人際的關係 看到有什麼的機會 到你畢業了 你會考慮在那裡留下來工作 那麼又熟悉了網絡 對社會又有認識 那麼我們是 自由黨是一路都推動這個 外地來的外地生 應該放寬他們 出外就業 就不是因為我們 只是人手小的問題 那麼現在呢 就研究生在那裡放寬了 那麼我們還有工作要做 就是對我們來 去讀本科生那裡 不過呢 就是 我看完這個施政報告 特別是 聽到說 418 又是 勞僱會又有個想法 那麼 我們自由黨 一向對勞僱會是有信心的 就是 勞僱會 同意做的事情 我們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都 另外呢 就講最低工資 就等這個 最低工資委員會出個報告 這個是令我更加有擔心 其實現在我們已經人手這麼短缺 我們的行業好 其他的行業好 其實那個人工的工資 已經是 就是 紀錄那麼高的人工 如果再動這個 那個的最低工資 每年去做好 怎麼都可以 我不去揣測他怎麼做 我都擔心 都會是影響 再推高 我們現在的 薪金的水平 那麼所以 這兩樣東西 我是 有擔憂 對我們這些 中小微企的營商環境 是有問題的 我想補充少少 就是正說 易志明講這個86段 講這個綠色 那個 我們講到LNG 講這個興 和這個甲迅 其實我們自由黨 不只是 希望 我們當然希望看到 我們的環境 可以更加 配合國家的政策 在我們減排 但是其實 這個甲醇和興 是一個產業來的 是現在我們沒有這個產業 在新加坡 好 在其他上海好 其實新加坡已經先了 我們 上海當然就更先 但是我們雖然是遲 但是如果我們政府 是有 這個 肯去做 是肯即刻要加快去做 我相信我們要搶回這個產業 是不難的 其實 興 是要甲醇 甲醇是一個 令到可以產生興的燃料 所以這個 我們 開始要有這個政策 這個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產業 所以 我們 其實 很早 和政府 已經說 這個 這兩個 我們要去做 現在很高興 今次這個施政報告 特首是落實了這個政策 我們在甲醇和興 我們會去做 好